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主题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圣经第十九节这样说的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圣经说 世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恶的 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在神的眼中都是恶的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恶的 所以在神的眼中 审判定了他们是罪人 是有罪的 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经文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到 前文所说的 十七节 因为神猜祂的儿子降世 叫人因信他能够得救 然而十八节说到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这里就解说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因为耶稣基督降生 是用义的代替不义的人 因此 每个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得救了 然而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的罪已经定了 因为神唯一的救罪人的方法 他们不信 因此 他们本身就是罪人 他们犯一切的罪都在神的面前 所以 这里说 不信的人 因他本身犯了罪 罪就因此 已经定了 今天 这段圣经 我们了解到就是 世上的人所做的都是恶的 他们不爱光 倒爱黑暗 这是一种比喻 做恶的人 喜欢在黑暗的环境里头做坏事 他们不爱光 这里的光是比喻耶稣基督 光来到世间 世上的人 世上的人不爱光 而且 作恶的人 还会恨光 不来救光 那就是说 耶稣基督带着真理来到世界上 世上的人不喜欢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圣经这里说的 圣经这里说的十分的清楚 因为世上的人 作恶 他们不喜欢光 就是耶稣基督 并且 不但不爱耶稣基督 并且是恨耶稣基督 因此 这种不爱 或是说 恨 耶稣基督 就使得他们 不会主动来救光 不是他们说 不是说他们 不会来寻找耶稣基督 而是 不会听从 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 因此 人 不愿意来到 耶稣基督面前 信从他 为什么 因为人 世上每一个人 罪恶的本性 使得他们恨光 不来救光 这个才是 他们生命中 最根本的原因 不会来主动 信耶稣基督的 因此 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经验的 通常都有 这种经验的 就是 像 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 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总会这样说的 不要向我传福音 我是不会信耶稣的 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呢 如果 真的 有这么好的神 世界就不会有 这么多不公平 和不义的事 他们为什么 会问这么多问题呢 根本的原因 不是他们要 问基督徒 寻找正确的答案 而是圣经说 他们不爱光 甚至是恨光 不来就光 因此他们不会主动 读圣经 在神的话语里头 找他们需要找的答案 圣经这里说得很好 为什么他们不来就光呢 恐怕 他的行为 受责备 因为来就光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真理 就显明他们本性是作恶的 因此 他们不喜欢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不喜欢读圣经 让真理光照他们 因为他们愿意读圣经的时候 光照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就受到责备 因此 圣经说得很好 二十节说 凡作恶的便恨光 二十一节就说到 但行真理的 必来就光 圣经说得好 世上的每个人都 本性是作恶的 不爱光 是恨光的 那为什么 有一些人 他们会行真理呢 他们为什么会爱光 来就光的呢 因为圣经说得好 前文是这样说的嘛 神爱是人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主动的爱来拯救 他要拯救的罪人 他使到这些他所拣选的罪人 最终信耶稣基督 并且得永生 这些有生 这些有新生命的人 得到永生的人 就会行真理 并且 常常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所以这样说的 行真理的 必来就光 因此 你和我 为什么 从不喜欢读圣经 后来喜欢读圣经 不喜欢听道 后来喜欢听道 不喜欢查圣经 后来喜欢查圣经 因为我们信耶稣之后 就得永生 我们会靠着神 行真理 我们会来救光 因此 从前这些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呢 如果神真的这么好 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公平和不义的事 以前 以前我们会批评 批评我们不信的神 现在我们信神之后 我们会主动在圣经里头 寻找正确的答案 这些问题 你在圣经里头 找到答案没有呢? 今天我们读到二十一节是这样说的 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这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说的真好 我们来救光 然后明把耶稣基督圣经里头所说的真理 我们就行真理 但是我们这样行真理 背后是靠神而行的 因此 我们在行真理的时候 是表明我们是靠神而行的 以前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我们不会行真理 因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会行真理 因为是靠神而行的 感谢神 因为他拯救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靠神而行真理的人 并且他常常会吸引我们 让我们喜欢读圣经 圣经这里说的好 行真理的人 包括你和我 必来救光 愿神这里的话 帮助我们 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改变 出于神的恩典 愿我们天天来救光 然后行真理 显明我们一切的言行 都是靠神而行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因为透过这段圣经 我知道我原本跟世人是一样的 是行恶的 是不爱光的 是恨光的 但靠着你的恩典 你主动地爱我 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 拯救了我 使我重生 有新的生命 成为一个来救光的基督徒 喜爱读圣经 喜爱听你的话 并且靠着你能够行真理 让我的人生 让我的人生 我的言行 显明 我是一个重生 得救的人 是一个靠神 而活的人 愿荣耀 称颂 归给我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